56岁的南本被公司辞退了 他在这里工作了35年 但在收拾东西离开前 周围没有一个同事来和他道别 他回到家 家里空荡荡的 妻子早已经去世 唯一的女儿在家人之后也搬了出去 他坐在妻子的一厢面前 对妻子说 我今天被公司开除了 现在的经济真是不景气啊 他打电话给女儿 当听到他失业的消息后 女儿和丈夫紧张了起来 其实南本并没有要搬过去住的意思 他只是想告诉女儿他失业的事情 但女儿想多了 害怕他搬过去给他们一家添麻烦 他来到人才市场重新找工作 但50多岁的他不会用电脑 年纪也偏大 和他匹配的岗位几乎没有 走出人才市场时 他被一个走路看手机的年轻小伙子撞倒在地 小伙子只是停下看了他一眼就转身离开 他坐在地上捡自己的简历 门口人来人往 没有人停下来帮他 在回家的电车上 车里的人都在低头玩着手机 南本坐在那里显得和周围是那么的格格不露 他突然有了一种被周围人抛弃的感觉 他闭上眼 一滴眼泪从他的眼角滑落 等他醒来时 电车里只剩下他一个人 他走出电车 眼前的站台和记忆中到家的站台完全不一样 南本有些疑惑 也有些好奇 他走到街上 发现这是一个陌生的街道 但空气中飘着一股让他怀念的味道 这里的人会热情地朝陌生人打招呼 会凑到一起唠假场 有人不小心把他撞倒了 对方会停下来道歉 他坐了很久静静看着周围祥和的一切 但在离开时 他没有注意到 他的简历被他遗忘在石头椅子上 直到快天黑时 身后有人喊他 男本有些难以置信地看着面前的小女孩 他问小女孩 你是小丸子吗 看到小丸子露出惊讶的表情 他解释说 虽然没有正式见过面 但是他却认识小丸子 他接过小丸子送来的简历 这时小丸子突然问他 为什么看起来无精打采的 他实话实说 告诉小丸子自己失业了 当小丸子问起他的家人 为什么不帮他失 他有些失落 只是转过身靠在栏杆上 这时他的肚子响了起来 他忘记了吃午饭 一整天只吃了一顿早餐 饥饿感似乎会传染 小丸子的肚子也咕咕叫了起来 他邀请南本去他家吃晚饭 南本本来想拒绝 却被小丸子拉着手 一路往家的方向走去 在另一边 南本的外孙女正看着电视剧 电视里在放小丸子 女儿的丈夫在报纸上看到 这几天全国因自杀而死的 中老年人又新增了几千人 这时他担心起了岳父 他让妻子打电话过去 但妻子在电话前等了很久 南本家里的电话也没人接听 旁边在看电视的女儿 突然发现了什么 小丸子旁边的那个中年大叔 不就是外公吗 在另一个世界 南本和小丸子一家吃完了晚饭 小丸子的家人让南本留下来住一晚 南本答应了 他对小丸子的家人说 他想永远留在这个世界 但很奇怪 一向热情的小丸子却拒绝了南本 他说南本不属于这里 在外面的世界 南本的家人还在懂他 从小丸子家里出来后 南本沿着河道走了很远 小丸子突然追了上来 他对赶南本回家这件事非常过意不去 南本却丝毫不介意 还说小丸子没有做错 离别前 他和小丸子握手道别 他想着或许这一次告别就是永别 但小丸子却说 只要想见到他 随时都可以见到 南本仿佛被什么触动了 看着小丸子纯真善良的脸 他终于没忍住流下了眼泪 画面闪回 一滴眼泪落在南本的手上 原来他根本没有去小丸子的世界 刚刚发生的事情全都是黄粮一梦 他的周围依旧是低头看手机的年轻人 他又回到了这个 让他觉得有一丝冰冷的世界 他失魂落魄地回到家 看到外孙女一面跑了过来 女儿和女婿因为担心他 来到他家门口等了一晚上 在进门前 女婿突然邀请南本和他们一起住 或许是因为担心南本成为 报纸上自杀的老年人之一 夫妻俩临时做了这个决点 南本没有拒绝 他知道自己肯定会给女儿和女婿添麻烦 但独自一人生活了那么多年 他此时是渴望和家人住在一起的 南本搬到了女儿的家 在吃晚饭时 外孙女打开了电视 里面播放的是小丸子 随后外孙女不小心打翻了饮料 女儿和女婿急忙抱着孩子去清洗 当电视机前只剩下南本一个人时 他看到了奇异的一幕 时间不会对任何一个人手下留情 我们终究会慢慢老去 会变成年轻人口中大富贫贫的油腻大叔 会变成青春少女眼中之粉气失足的大妈 那时候我们会慢慢跟不上时代 就像现在的老人不会用智能手机一样 老去所带来的迟钝 会让我们变成年轻人眼中的无用之人 身边的人也会开始嫌弃我们是为准 我只希望到那个时候 我们每个人都能被家人温柔地接纳 被这个世界善良地对待